我们一段时间呢,这个有点事儿,然后后面就继续接上来,前段时间长了,有的都忘了,重新写。 说到这个无虚几亥平地墓,整个这个纳因也快说完了,然后再有一个整体的总结,那个更有意思。 这个无虚几亥你也可以叫平地墓,平地一生惊雷,这个木头从天而起,这个墓啊就是一个大象吧,因为墓也是土,你可以象征一个高楼,那么这个呢,就是一些小的房子,也可以这样去类象。 还叫船底墓,它生了这个秉武丁位天河水,这就不好理解了,要么就是高宗若云的这个大楼,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不是山啊,反而是更像是这个类象的,这个大楼在上面就是天了。 这个要么就是什么呢,这个船底墓,在水上,那么这个船呢,不是在这个水啊,这个指的是泽,就是一个水潭,水面,那就是泽。 这个泽呢,这个泽呢,这个挂,是最上面的洞,就是天呢,天上一摇洞,那么成了泽,它是云,那船底怎么成云了呢,因为这个如海底捞远,就是这个云呢,天上的东西落到这个地下,能看到的只能是映,天上的这个象,就是这个泽,在水里。 它动,仿佛就是在天上动,这一对象,这一镜像,就知道了。 这一对象,就知道了。 这一对象,就知道了。 这一对象,我一对象,就是这个住天前,这一对象,为什么要整个洞? 一对象,就是这个冠,那这一对象,就是这个冠沙。 整个挂出了一个黄果树瀑布,就那么一个像,我们印象,这个就是具体,这个瀑布的一块瀑布, 这个指的是这一个像,这一个事,指的具体的瀑布,或者是瀑布的支流,它是相对的,如果这是瀑布,这就是支流,就这种类像。 然后,就生了什么呢,这个天上的水啊,落下来,流流流流,最终流到大海里面,大海水,那么这个大海呢,你看人虚,它有个虚,有个土,就像什么,像一个海港,那么这个呢,就是大海了, 反正这个是有土,可见,还找一点边,也可以叫海边,就是这样去类像。 这个夹子到了这儿,就结束了,六十夹子,但是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,没讲,把它类像完。 这些课,看看差不多了,后面我们开四课了,老师这样讲,一点输入没有也不是个事,还没成家,如果有单独需要听什么,学什么呢,学这样,算呢,或者,你自己给你算,都可以私下来找我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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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